哈喽大家好,我是鱼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行動電源的電量 之前聽到一個有趣的言論 1萬mAh的行動電源只要用12V的快充 能充的電量就會只剩下2600mAh 以一台電池式5000mAh的手機來說 大概只能充一半的電而已 但是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今天來跟大家分享行動電源的電量到底怎麼算 在開始之前先帶大家來認識一下關於行動電源的電量標示 首先會有一個電池容量 也就是我們常常說這顆行動電源是1萬mAh或2萬mAh 例如我手上這一顆是第二代的小米1萬行動電源 它的電池容量就是1萬mAh 但是仔細看了一下規格表之後 裡面還有寫著額定電容量 而且列出了三種電壓跟電容量 這邊的電容量是以安時為單位做表示 而1安時就等於1000mAh 所以在5.1V的時候是6500mAh 在9V的時候是3600mAh 在12V的時候是2600mAh 我想就是這樣的標示讓許多人認為 當這顆行動電源以12V進行快充的時候 只能輸出2600mAh的電量 其實這樣說也沒錯 但是這個2600mAh是12V的2600mAh 跟3.7V的2600mAh是不同的 我知道你已經聽得不煞煞了 我用個比較容易懂的方式來比喻好了 當然這樣的比喻不是很恰當 但是可以讓你快速的了解差別在哪裡 假設每1mAh代表的是1顆藥丸 那麼V就代表藥丸的體積大小 所以1V的100mAh會等於2V的50mAh 也就是說1V的100顆藥丸 它的藥量跟2V的50顆藥丸是相同的 因為2V的體積是1V的2倍 所以2V的藥只要50顆 就可以跟1V的100顆藥丸有相同的藥量 所以當我們在算行動電源的電量的時候 不應該直接使用毫安時下去算 而應該要用瓦時下去算 瓦時的算法是 額定電壓乘上額定電容量 這邊的額定電容量是以安時為單位 一般我們看到行動電源上面標示的 電池容量毫安時 通常都是以3.7V電池下去做標示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顆小米1萬它的電池容量就是37W 算法是這樣的 1萬毫安時就等於10安時 額定電壓是3.7V 所以3.7乘上10等於37 於是這顆行動電源的電池容量 就等於37W 不過如果仔細的算了一下 在額定電容量的部分 5.1V的額定電容量是6.5A 換算成瓦時的話 會是5.1乘上6.5等於33.15W 這樣不就比原本電池的37W還要少了嗎? 沒錯 因為把電壓從3.7V升壓到5.1V 中間會有一些耗損 而耗損的多掛 就跟行動電源的製造技術有關 像這一顆它的轉換率 在5.1V的時候大約是90% 而在9V的時候 額定電容量是3.6A 換算下來就是32.4W 轉換率大約就是88% 而在12V的時候 額定電容量是2.6A 換算下來就是31.2W 轉換率大約就是84% 而我們一台電池容量5000mAh的手機 通常也是以3.7V電池下去做計算 所以把它充飽就會需要3.7X5等於18.5W 不過充電時的電壓 必須超過被充電的電池電壓一定的程度 才有辦法對電池進行充電 所以通常會把行動電源的電壓升到5V左右 但是剛剛講了 升壓的過程會造成能量耗損 所以這顆小米行動電源在升壓到5.1V之後 只會剩下33.1W可以來對這支手機的電池充電 這樣算下來 33.15除以18.5大約等於1.79 所以如果這支手機用5.1V電壓去充電 應該可以從0到100充個1.9次對嗎? 其實不對 因為在充電的過程中還會產生能量耗損 這些耗損會轉換成熱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在充電的時候 行動電源跟手機的溫度會上升了 就是因為充電過程中 可能因為電阻等等的因素產生能量耗損 根據職能守恆定理 這些消失的能量就會轉換為熱能 因此實際充進去的電是低於33.15W的 所以你其實無法準確的推算 到底這顆行動電源能充保你的手機幾次 因為這牽涉到了行動電源的製造技術 牽涉到了充電時的能量耗損 這些都是難以計算的 不過通常會有個概略性的算法 就是充電的過程大約會耗損掉 30%到40%的能量 所以1萬mAh的行動電源 大約能充保5000mAh的手機 1.2次到1.4次 如果低於1.2次的話 基本上就是行動電源的品質不是很好 另外一方面 電池用久了本來就會老化 所以用久了的行動電源 你也會覺得它能充的電怎麼越來越少喔 今天的內容是稍微稍腦一點 但是主要是想跟各位說明 一開始講的那個誤區 行動電源使用快充 雖然會因為生壓而增加能量的耗損 但一顆1萬mAh的行動電源 再怎樣也不會只能充5000mAh的手機一半的電量 而且我個人覺得 行動電源本身就是應急用的東西 當然是快快的把手機充到安全電量就可以拔掉了 如果為了多充一點點的電量 然後用很慢的速度去充電 增加手機插在行動電源上的時間 那才真的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啦 希望對你能有所幫助 分享不損一己有助他人 我是羽 我們下次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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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囉